民众上網PO文說自己買了一支一年的金戒指 居然是變成了黑色的 嚇得趕緊詢問網友說 這樣子的狀況是正常的嗎 事後呢這個當事人也跑回了原本購買的營樓 店家有用火一燒 這個金戒指立刻恢復成了原樣 而我們實際詢問其他業者 業者表示說 這是因為金氏受到了氧化的關係 其實這樣子的狀況很常見 民眾來到金氏店買黃金 但現在單價這麼高 難免會怕買到假的 民眾上網及PO文貼上戒指照片 仔細看部分地方確實黑黑的崩潰 直喊生平第一次看到黃金變色 就怕花了大錢買的金氏是假的 當事人董小姐當然也火速回到 原本購買的營樓要把事情弄明白 他說可能有跟營氏的東西放在一起 才會導致它會氧化 原來是誤會一場 店家當下也趕緊幫忙做處理 只是這樣的情形常見嗎 因為銀本身碰到空氣就自然會氧化 那麼如果它跟黃金放在一起的話 黃金會沾著到銀的元素 所以會跟著變黑 原來黃金顏色變暗變黑 可能的原因還有接觸皮膚油脂和水 或是碰到化妝品 保養品 甚至是放在銀氏旁都有可能發生氧化的情形 不過業者也表示不用過度擔心 因為只要這樣 大火一燒 黃金瞬間變回原樣 所謂真金不怕火煉 不少民眾其實也都遇過同樣情形 不然黃金久了之後會氧化很正常 大火一燒它當然它上面可能有一些雜質 會被燒掉 畢竟黃金單價也不便宜 出現異樣民眾難免會擔心 儘管有可能是氧化原因 還是要多加留意黃金來歷才能真正放心 記者陳美純代名告差不倒